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老师 你这桌子上摆的五颜六色的是什么呀 是啊 老师 看着好漂亮啊 那当然了 这些可是老师跑了千里之外才买到的彩泥呢 老师 你这彩泥都不给我两盒呀 也给我两盒 当然可以了 不过今天老师要考考你们的眼力 考眼力啊 老师 是这样吗 不是 老师 那你随便考 反正我实力二百五 反正我实力二百五 泡妞 你的眼睛是显微镜板 月月 不用理她 泡妞就知道吹 行了 老师跟你们说一下 今天怎么用彩泥来测你们的眼力 老师这里总共有十颗彩泥 一颗起泡胶 如果你们两个在五分钟之内能辨别出来 就可以获得零食大礼包一份 老师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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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这样撑下去 什么时候时候头啊 这样吧 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 谁赢了谁先来 行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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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力测试没通过 失败 回去吧 哇 叶叶 你跑这么快也没跳中了 还是看我的吧 你还挺自觉的嘛 老师 你千万别着急 我仔细研究研究 老师不着急 时间多着试 五分钟了 好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观察 这十盒都不是起泡胶 既然老师刚才说十盒采泥一颗起泡胶 那这一盒起泡胶肯定是在老师手里 嗯 老师啊 我已经猜出来了 这颗起泡胶就在你的手里啊 嗯 胖妞 你怎么确定 就是我手上这一盒呢 老师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起泡胶大神 这起泡胶跟采泥的质地 可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起泡胶密封在盒子里 起泡胶会越来越凝固 而且颜色会越来越清澈 哦 而采泥啊就完全不同了 采泥会越来越蓬松 而且颜色越来越浑浊 所以啊 你手里这盒肯定是起泡胶 烫妞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这你的能分的那么轻啊 那当然了 老师 零食大礼包 哦 哦 好 我这给你拿 来这些都是你的 哇 谢谢老师 哎 我的凯雷 胖胶 让我玩一点 给你给你 让我吃一点 好 哇 对 你打开呀 慢点慢点呀 哇